站在法庭外 越講越生氣 他是監察院調查官陳賢成 為了工程會前委員長石木卿懲戒案 十三號二度開庭 他卻突然申請合議庭迴避 僅僅十五分鐘 庭室結束 強調石木卿案非一般民視刑事案件 但審判長吳警員卻量度 准許他不用出庭有律師代理 質疑這行為又偏迫 當庭要求何一庭五名成員統統回避 這舉動也讓石木卿委任律師相當不滿 因為原本在押的關鍵人物 汪茂中將院具訊問 卻一句話也沒有說 上次法官其實就是同意 市委員長可以找代理人 然後而且監察院這邊 當場也認為說 審判長其實是很直升 不需要迴避 因為石木卿委員長本來就是在 懲戒法院工作 其實很多人都是他的同事 那是不是監察院這邊 只要對他稍微有不利的判決 或者是意見跟想法 他就可以用這個理由來 當時要求迴避 律師質疑 監察院早在開題前 就能提早申請迴避 偏偏要等到當下才說 讓大家白忙一場 如今要是再提出抗告 也會拖延程序阻礙訴訟進行 曾經的工程會委員長 卻因為涉嫌宴富商 又不當往來遭彈劾調查 如今要一年了 真相是什麼 大家都還在等 鐵月新聞無權喜歡台報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